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工匠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宋元之际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富裕的宋代 即便政治上的妥协与军事上的势力 是的 其为后人所轻视 但其社会文明却高度发展 为了确保社会各项领域的发展 南宋开始盛行以职业划分户众的做法 到元代发展为诸色户纪 各色职业户军 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矣 原始卷九十三记载 燃其户大抵不宜 有元管户 交身户 陋籍户 协计户 于诸户之中 又有私银权科户 简半科户 纸纳私户 纸纳超户 外 又有滩私户 除也素儿所管的私户 复印户 并建成丁户 凡如是集军 战 僧 道等户积不语 元代为了便于强制争的工匠服劳役 将工匠编入专门的降级 这也是古代降级制度的由来 展开全文从实际上来看 元朝能够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社会制度 也有着其独到之处 古时的 蒙古人在并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般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在管理社会上 蒙古人并不是那么的糟糕 他们只是想保证 在其治下的制造业 能永远跟上他们的指令 能够使得他们足以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物的财富 和多处的社会劳动力 来供其进行其他的活动 因此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保障自己财政的收入 在蒙古人征服中国时 统治阶级下达命令 无论一个人以何为业 他将继续从事那种职业 《统治条格卷2》中记载 军 站 其地铺 驾船 陋籍 铁野户 户下人口折局者 接照各级相同 指令依旧同户单一 不复 从上书省定夺 运私千言造户 户下人口吸局者 养冲造户收戏应当私料 这种户籍制度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简化做法 将人口永远保持在某种状态 拿工匠来说 从事工匠的人 他和他的后代 将逝世代代当工匠 他们的户籍将永远被定位 工匠 律法要求他们的子孙后代 同时与父辈同样的工作 对比其他户籍 工匠更加凄惨 因为工匠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 而且世代相继 地位低微 而且收入比较低 工匠卑微的社会地位 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 而有很大的改善 在蒙古人建立的元之后兴起的明王朝 依旧沿袭了元代的江户制度 在分为民 军 将三等名户中 从事手工业的民众被划分到将级 不过按照双膝杂技 北征之马巨无马王 营造之兵中规将级来看 许多为军队服务的工匠 虽然有着军级的身份 却还是被当作工匠 这种人被叫作军匠 然而军匠虽然带着一个军字 在统治阶级看来 其本着还将 不论是在政治地位 还是物质生活等方面 依旧过着惨淡的日子 他们要世代成习 而且 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 这也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 毕竟 采明王朝初现时期 社会经过战争的喜 礼 动荡不安 朱元璋传第五章 在明代户籍中 军籍和明籍 将籍是主要的户口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得到皇帝的准克 这种被划分军级的工匠和自身 便是将籍的民众 才能改换原来的户籍 将这一职业是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 也就是说 工匠是无法跻身于统治管理层面的 将籍制度是中国古代工府 对手工业工匠人户 编定特别户籍的制度 到了清代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建户 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 顺制二年1645 清政府宣布废除降级制度 从社会发展上来看 降级制度的阴影始终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制约和影响自由手工劳动阶层的形成 工匠们受到无常剥削 清朝时虽然宣布废除降级制度 但在实际上 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意识和利用着工匠 随后 历经一身两翼 直至贪辱地母 降级制度的废除 具备了它在社会 进步中的真正作用 可以说 降级制度的长期存在 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讲 中国始终无法形成一个自由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市场 雇佣关系的一方缺失 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长期处于低级阶段 而除此之外 降级制度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并产生了诸多的不良影响 是约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原始卷九十三 管子小匡管仲双膝杂技王穷朱元张传无寒 通知调格卷二 完颜纳丹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